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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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一次特别为了所谓提高妇女的妇女就业的一个妇女的研讨的一个政府办的活动 她是发言的贵宾 当然Ivanca到访刚好就是她父亲的三天到访之前 因此应该有两个用意 一个就是替她的父亲的到访来做一些暖身的效应 当然有人说更直接的效应是安倍直接要拍她们家的马屁 基本上把她女儿先轰弄来 但Ivanca在日本短短只停留了三天两夜 但她受到的轰动情况简直是难以想象 日本的媒体通常下飞机的每一刻时间都无断主播 而且很多人讲那个主播的一美之词已经不得了 看她的修养 看她的穿着 你看她的那个雍容华贵 其实在形容天上的女皇来的一样 然后以足道之处 所有人在讨论她的服饰 讨论她的品牌 也很多的女性 我想我想南文老师怎么看 这个美国的第一家庭女性 在日本受到如此轰动欢迎 这是偶发还是日本就是如此 必要是 OK 好 那个要讲到这个话题之前呢 我们必须要了解日本人的文化 日本人我们先要了解她一个时代背景的进展 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呢 我们说日本是在社会上是完全没有地位的 那很多的日本女性 即使她投入了职场 她可能结了婚以后 她就必须要一定回归家庭 我还记得我当初在职场的时候 曾经有个日本同事他问我说 奇怪了 台湾的先生是不是都没有办法扛勤家庭 为什么你们结婚以后还要出来上班呢 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他们觉得在那个年代 他们觉得说女性本来就是要回归家庭的 所以也不过几 多少年前 六七十年代甚至到八十年代 四十年前 都是还是这个观念 还是这个观念 所以一旦说你要是 你已经结了婚 然后你又再回归到职场 女性的地位来讲的话 她就被社会上一些异样的眼光 看待你觉得很习惯 所以日本的女性看到来访的 Ivanca这些 她们是充满了羡慕吗 她们当然充满了羡慕 那这个要讲到时代背景了 那到后期 因为时间的推移 然后加上一些西洋文化 渐渐地进入到日本以后 那日本女性就开始自我意识抬头了 她们也想说 我们也应该要有所自己 要有自己的事业 或是要有自己的 一下在社会地位上 可是这样子 就会演变到一个过程 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她们会拼命地 想要进入到职场 想要很努力的 她们要付出的努力 可能要一般的 比一般的男性的 我们说男性的一些职员 更百倍甚至千倍 出头提升了 但是挫折也相对更大 相对很大 然后还有一个现象 即使说她很努力地 进入到职场 到一个很棒的一家公司 到了一个很棒的部门 即使她 因为她是女性 所以她在那个部门 所赋予的工作 可能她也是不会 被赋予到重任 所以日本的妇女 在今天社会 是被歧视的情况 比别的国家来得严重吗 对 这个其实从日本的女性 她跟男性之间的 一个性质的差距 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 女性的工作的 她同样的职位 大概她拿到的一个薪水 大概只有男性的八成而已 因为她觉得就是说 你之后结婚了 就会离开了一个职场 所以她不需要给你 太高的一个薪资 而且日本的一个企业的 一个高层的一个主管当中 女性的一个人数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 那这次Ivanca到日本 她主要是 因为她在今年的G20会上 她自己提出了一个 就是她是参与者之一 当然不是她提的 就是大家有全世界 共同捐钱成立一个创业基金 帮助妇女在开发中国家 提供她的职业地位 安倍很厉害 这次就特别在会中讲说 日本政府决定捐5000万美元 来帮助Ivanca的创业基金 其实不是Ivanca的创业基金 是联合国世界银行 跟那个G20的共同组成的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 这个Ivanca在会中 不断地推崇安倍 对于提升日本妇女的职业地位 有很大的贡献 而且她制造了很多 更好的日本妇女就业环境 她在说真说假 我觉得那个是 安倍是有在做 因为我们可以看她说 安倍其实她之前 2012年上来了之后 设了三支利剑 其实第三支剑 所谓的一个构造的改革 就是希望这些 在家庭 当家庭主婦的这些人 能够出来就业 能够出来工作 因为日本现在最缺的 这是什么 缺劳工 所以她希望这些女性 能够出来就业 来去填补现在的一个 日本的一个劳工的一个不足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 她在推崇安倍 就是她讲安倍做的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一次的一个 Ivanca来 日本会这样的大阵仗 我觉得其实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当然就是 安倍的一个推波阻拦 因为她现在要设第三支 第三支利剑 但是民间配合的程度 非常低嘛 所以她想利用这种方式 来鼓励日本的一个女性 出来来去就业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 日本的那种 所谓的一个 对美国崇拜的 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投射 其实Ivanca不是第一个美国的一个女性 到日本去引起这样的风潮 几年前那个 前甘乃迪总统的一个女儿 要从日本当大使 对 凯夏林甘乃迪 要到日本当大使 也是引起这样子的一个风潮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日本呢 集体对于强者的一种崇拜的 一种投射的一个心理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可以预见的就是在日本街上 大概都可以看到Ivanca的一个穿着 女性的Ivanca的穿着 还有她的一个洋装 这个很奇怪 就是如果这个发生在另外 像台湾的社会 你觉得就是你媚洋 就是你这个 但日本社会 不必担心这些舆论的 其实这方面 我可能有比较不大一样的见解 我们刚才延续刚才的话题 我们说日本的女性 她如果说到90年代 OK 她要出头的话 她进入职场 她要比一般的人更努力 她好不容易进入到一个 很棒的公司 然后进入到一个很棒的部门 可是她可能做的 做的还是一般的事务工作 因为即使你在很棒的一个部门 你的主管可能也不会中用你 因为她觉得你就是女性 所以说在日本的女性 她有个概念 只要我要爬到相对的主管位置 我一定要比人家更努力 我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 我可能要牺牲更多 也就是说我的家庭 我必须牺牲 我的可能我的婚姻 我必须牺牲 那相对的 我爬到了这样的位置的时候 所以我们来看到一个现象 其实日本 我在日本接触到许多 就是女性主管 她们有个共同特质 都很强势 因为她必须要强势 她不得不强势 她如果不强势的话 她站不住那个位置 她没有办法待在那个位置 因为她下面的一些日本的男性员工 不会服她的 所以你两位有不同的一个说法 一个叫我们看到蔡老师的讲的 基本上比较倾向日本女性 现在的地位是在提升 但是远不及外界所期待的 这样那么样的 所以她们应该是带着羡慕的心态 对 我觉得是羡慕的 那李老师来讲的话 其实来讲这是给 你看到的是日本妇女 她们是看到的是 心中有一个外界的人来支援 或者是提升鼓励她们的 更多的争取 所以她们也就她表示欢迎 那你确实到底是哪一种心理 一个是羡慕 一个是说我来了 我的知音来了 我的相对的人 可以更让我 让日本男人跟老公讲 你看看人家 非常漂亮 人家女儿三十多岁 三个女儿 尤其日本最疯狂称赞是 三个孩子的妈妈还这么棒 当然是日本三个孩子妈妈之后 就完蛋了 对 没错 几乎都被家庭绑住了 对 就出不来了 所以你觉得她 这次日本的大局的报道 后面是出于挫折的心态 还是艳羡的心态 还是出于一种正面鼓励的心态 其实回复到主持人说的话 我们说 对 三个妈妈在日本 是不是就完蛋了 没错 真的就是完蛋了 你可能你即使要再回归到职场 你只能做什么 超商的收益员 对 对 对 那种 临时员工 对 临时员工 即时工 你没有办法再 像以前在职场上 你可能有一片天 你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日本现在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 这当然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我觉得日本现在的社会 有两极化 在女性的就业市场上 是两极化的 要么你就是很普通 就是进入公司 就做一般的事务工作 要么你就是比人家努力千倍万倍 然后你爬到一个女性主管的位置 那当你爬到女性主管的位置的时候 你很强势 你咄咄逼人 你很精明干念 那是一定要的 如果你这样不这样做的话 你没有办法服人 所以他们看到伊凡卡这样子的一位女性 她事业成功 她家教好 那她本身的家庭幸福美满 她把小孩照顾得这么好 对日本人来讲是一个充足 对 头号不识 是达不到的 笑容是怎么样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日本的一个女性 她的一个就是一个羡慕的一种心理 那我觉得这种心理的 一种羡慕的一个投射 当然就是希望就是说 日本能不能转变到这样子的一个 像就是大家都想当那个伊凡卡 但是呢社会的一个结构 允不允许她这么样的一个去做 其实我觉得 日本虽然是很先进的一个国家 但是她很多的一些传统 的一个观念 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一个传统 女主内男主外 这种根深蒂固 然后还有那个你知道吗 日本到现在一直还都是什么 还都是长子继承制 所以她很多的一些观念 都是还是非常的一个传统 我觉得呢 他们现在羡慕贵羡慕 但是要打破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其实我觉得困难度 其实非常高 那我到时在希望伊凡卡去之前 有人跟她充分简报过这件事情 她的到访可能对日本 日本社会带来完全一个新的讨论 对 后期上带来意义 还有一个女性 我们看到照片上 我想醒来 我方写 日本这次外国媒体也有很多报导 集中在日本首相的太太安倍昭慧 对 当然她是女主人 出现了很多角色 然后 然后 第一个 我想请大家聊 很多媒体报导说 安倍昭慧跟日本其他的妇女 特别是这个官员的妇女 不太一样 她独立 她自己开餐馆 对 以前说是小酒馆 片子好像是一个什么养生的 对 是 然后在家里经常是做老公的反对派 对 是真的假的 你两位告诉我们一下 蔡老师 我觉得你要从安倍昭慧的 她的一个出生的一个背景来看 其实那个我们在台湾都吃过什么森涌牛奶糖 她就是森涌的一个 森涌的一个千金 所以其实她是出生于那个什么有钱的一个家庭 她跟安倍其实是典型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理由 所以本来她的 她跟安倍之间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结构 其实就跟一般的人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她出 他们家本来在做生意 其实她本来就是相当有事业心 所以这个也就是 那个过去我们都看到说 日本的一个家庭 大家男性主导 但是安倍好像是比较怕太太 家里是那个由太太来主导的比较多 叶老师 我个人是觉得 这怎么说呢 也许是在我们在看到的是表象 因为我们在看到可能是一般的安倍夫人的一个表象 那可能就跟蔡教授刚才所说的 她安倍可能本身就是比较是怕老婆的 怕太太的 可是说我们说 其实说现在就是回归到刚才 其实我们必须要说的一件事情 我们在90年代以后 女性一世抬头 很多的我们以前 可能我们以前在我们那一辈 我们都说娶老婆要娶日本老婆 多好温柔婉约又会顾家 现在可不是这样子 根据我了解 大家在这边看到这个 男性的好好听力 别再做梦了 对 不要再做梦了 因为现在的日本女士 日本的女性很多的话 在家里面是很强势的 反而是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日本男性都变成草食男 很弱 然后变成女生很强势了 她即使没有出去上班 她可能家事也不做了 反正你先生你现在因为泡沫经济的影响 那先生可能工作也不是做得这么好 甚至可能薪水也不是这么足以养家 那可能太太还得出去打工 所以相对来讲 就不跟以前六七十年代 那个状况不一样了 那个年代是先生撑起一片天 OK 这个年代 可能是太太也去得撑那个天 我看到这两位女士 在这两天新闻中出现 Ivanka 当然我刚才网友讲 她是有个副爸爸 没错 当她总统 相对来讲 这个安倍的太太 她也是有一个副爸爸 对 所以他们两个在可以说 在日本社会的眼中 他们都是不同的阶层 对 出来的 对 他们两个是特例 对 在日本的社会当中 好 那我就问一下 Ivanka这次到了 以为川普跟她的太太 安倍是一个 川普是一个非常张牙舞爪的人 对 他也不另介绍她太太 每天像个服装model一样 到处 对 您觉得经过这种大肆报道之后 对日本社会会不会有改变的影响 我个人的一个角度就是说 日本当然是很羡慕这样子 但是我刚刚一直讲到说 日本的一种社会的一个文化性的一种结构 已经是约束他们了 那刚刚那个 刚刚的那个李老师他讲到一个例子 我这边也要来讲一个特例 那这是怎么样 就是 你不是告诉我们男性的梦 还要在 我们家楼下 最近有一个那个 那个男生 他交了一个日本女朋友 那那个 他呢 就是最近订婚了 订婚了之后 本来那个 那个女孩子是在会计事务所工作 后来呢 订婚了之后发现说 哎 他怎么整天都在家里 后来问了就是说 哎 结婚啊 以后呢 就是 我就把工作辞掉了 以后就给你养了 所以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什么 还是有一些日本女性 还是有传统的一个这样子的 下面那个邻居丈夫怎么办 吓了一跳 脸都绿的 所以日本男性到底起不起来 现在您刚刚李老师告诉我们 日本女性现在开始走向独立 走向自己能够独当一面 在日本男性社会 他们乐见这个状况吗 其实我必须要说 虽然说这次造成一个 一帆卡的旋风 可是其实 在这个新闻的这个当下 我问过很多在日本生活的一些朋友 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我们必须要说 很多的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并无感 我们这必须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是一直的风潮而已吗 还是说他真的这种效应会延续下去 可能我们是要去探讨的 那我可能这边还要 因为我们刚才想到说 他有女性的创业基金 五千万美金 五千万美金 相当于57亿的日币 那我们可能要探讨 如果以这样的费用 让女性都能够有自主创业的机会 那将来女性都创业了以后 整个日本的社会状态 社会形态会做一个改变 以前是男性社会 现在会不会变成女性社会了 那这个转变 那就已经不像 就不像我们传统中的日本了 可能这个会对社会上 会起一个很大的波澜 两位能不能告诉我们 这个转变 你感觉现在到了百分之多少 我必须要说 现在只能到百分之二十 那还很大 还很长 对 我觉得现在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安倍要叫女性出来就业 就是大家都想帮伊万卡 但是小孩子怎么办 因为日本跟我们台湾 其实在家庭结构不太一样 我们家里很多小孩 也许我们都给爸爸妈妈带 但是日本很少有这样子的 那几乎都是女性在带 那现在安倍要那些家庭出来 那就要有足够的一个托儿所 现在的一个托儿所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欠缺 这也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完全没有一个什么 完全没有一个这样子的配套措施 所以最近很多的一些日本女性 就是小孩子大学毕业之后 她来二度就业 到便利商店去工作 结果在便利商店二楼还放托儿所 你知道就鼓励他们 就是便利商店还要再设什么 还要设托儿所 才能够让他们出来工作 所以你就觉得说 这个其实它还有很多一些 什么结构上的限制 刚好我们今天谈的题目 其实让大家看到日本社会的 稍微深一点点 不只看这个发边新闻 这网友我想问了两位 那究竟台湾每年那么多人去 观光旅游什么 究竟日本女性今天在社会的地位 我们台湾人要羡慕吗 我觉得那个台湾应该就是 因为我们台湾双新家庭 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那日本的一个女性的一个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我们台湾应该是不会去羡慕她们的 因为在职场我同样的工作 但是我的薪水却只有一个 我跟蔡教授的看法是一样的 我觉得台湾女性不会羡慕 相对的是日本女性羡慕我们台湾女性 因为我曾经问过一个 在台湾我们的日籍的一个同事 日籍的一个老师 她说她现在好幸福 因为她嫁给台湾人 她可以在台湾 名正言顺的工作 然后也不会受人家的歧视的眼光 OK 然后她即使小孩子没有办法雇 她也可以 她的公婆愿意帮她雇 那觉得她觉得这样的生活 真的太美好了 在日本完全不可能发生 所以是相对是他们羡慕我们 那我们要羡慕日本的男性地位吗 蔡教授 男性地位 我觉得日本 如果我是台湾女性来看的话 我是不会羡慕男性 日本的男性 因为日本的男性怎么说 现在我必须说 日本的男性现在有很多的男性 因为泡沫经济以后 那经济很不景气 一蹶不振 那就有很多的男性 他不是像以前的这么 对工作这么积极 有这么的积极度 他可能觉得这个工作 可能我也不知道我可以做多久 可能说我这样的薪水 也不足以养家 然后公司压力又大 然后可能就是天天不知道怎么办 无所适从 所以很多现在日本男性 很多其实是很迷惘的一个状态下 相对的我们的台湾男性反而觉得 这种感觉很有前瞻性 OK 而且我也不羡慕 对啊 因为我觉得日本现在男性过劳的太多了 然后他们的加班时数这么长 因为日本的一个工作环境其实非常的一个这么 跟台湾来讲 虽然大家都觉得他薪资很高 但是你扣除他的一个什么时薪 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 他们的一个工作时数非常长 所以如果我是台湾的男性 我也不羡慕日本的一个女性 因为他不但工作时间长 还要撑起家里的一片天 我觉得那个是很辛苦的 所以当日本男性或女性 无论他们在亲户或者批评Ivanka到访访的时候 您要了解更多 好 那当然我也不知道 如果哪些他到台湾来 那风弄会如何 可能远超过日本还不一定 但是我想问一下蔡老师 您看 您有过很多日本的分析 包括著作啦 像我们看到这次安倍 对于美国总统来访 极尽 这个 我不能用巴结 这极尽呵护 极尽礼数之能事 吃的 打球 收帽子 小礼物 代表去看送珠宝什么 在台湾或者任何国家 可能会被批评 你太第三下识了 对 那为什么在日本 好像没有人太去仗美琢磨这些事 没有因为从二十世界大战之后 日本战败之后 其实日本大概对美国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心理 那我记得有一本书 他写的就是 那个美国的一级同盟 他里面就是讲到的 就是说 日本是一个无视道的一个精神 他崇拜强者 他瞧不起弱者 那那个 他从他现在的一个眼中来看 全世界上只有美国曾经击败过他 所以击败过他之后 他就对美国 其实是非常服服帖帖 二十世界大战之后呢 日本其实没有自己的外交政策 他的外交政策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 而且呢 他呢 就是现在呢 他为什么会对安倍 比欧巴马的时候 还激进呵护呢 因为呢 欧巴马可以掌握 安倍反复无常更难掌握 川普讲 川普更难掌握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他要激进的来去抓住什么 来去抓住川普的一个心理 要来去什么 要来去迎合川普的一个心理 所以我又觉得是说 从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他激进的 这样想抓住川普 大家会觉得说 安倍好像是非常的低 就是低声下气 但是从日本人来讲呢 觉得说 美国本来 他们对美国本来就是这样子 这是他们一个非常 他们觉得非常平常 那我想问一下 他上次招待欧巴马 是这个吃寿司 对 这次是招待吃铁板烧 对 这个我们比较 他对川普是招待的更好一点吗 没有 因为他知道 不是因为他知道 川普喜欢吃牛肉 对 特别想到美国牛肉 对 日本和牛肉 他是汉堡用的是美国牛肉 对 然后铁板烧用的是日本和牛 和牛 对 所以那我想说 那所有外国团体 或者外国的漂亮一点的家庭 权贵的家庭 到日本都会这样子 还是今天还是 您刚刚讲的 就只停留在对美国人 另眼看待 我个人认为是 日本本身 这个国家 他从洋 他非常的从洋 他对西洋文化 有种很大的一个憧憬 就像刚才蔡教授所说的 然后 其实我刚才 我是个人 我这当然是一个 纯属个人的看法 我觉得他这次对川普 为什么会这么的激进的能力 甚至说伊凡卡 以伊凡卡到日本的话 他也身为 安倍身为一个首相 照理来说 他不应该是亲自 亲自去接待伊凡卡 他应该是以同等级的 他像个地培一样 对 所以我们这个很惊讶 为什么呢 其实我后来思考了一个问题 我在想说 会不会是 安倍 其实他本来 我们说大国 大国主义 他应该抓住的 现在以大国来讲 中国 自己看他应该要抓住 可是中国人很排日 所以他抓不住中国 那相对的 那他就可能 就像蔡教授所说的 他要抓住美国 美国保护他 所以这个 就是他极尽能力 希望在美国这边获得资源 所以他要 能够摆出他最好的阵仗 去迎接美国 这个第一家庭的到来 我相信他们这两天 到目前的表现 应该很令美国第一家庭 感到满意 对 应该是 提到一个另外一个话题是 川普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觉得他好像非常重视 美国国家给他的待遇是什么 当然 他上次去沙烏地亚阿拉伯 受到那个待遇 他不断地称赞 人家说这次 他的亚洲访问是五个国家 是 除了菲律宾我不知道怎么样 菲律宾总统怪怪的 每个国家几乎在比赛 对 怎么对待他比较好 那安倍这第一战 就是殷勤有加 那看韩国人怎么办吧 韩国人接下来 你能比我好吗 我想中国现在也在想 什么方式让这个川普 能够非常的激情尽力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 这两天的新闻 所有的第一家庭 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我问一个比较软性的话题 他们的服装将来 在日本也会大卖吗 他们的这个品位 他们的美容化 他们的美容化 伊凡卡将来 不管他爸怎么样 他在日本将来 这个是他的fashion生活 应该很有希望吧 是 我觉得就是 那个伊凡卡他的一个服装 香水啊什么的 我觉得近期应该会大卖 但是呢 如果川普下来了 可能就不一定了 我还看到一报老师说 日本还是 还包括中国大陆旅行 对伊凡卡的 她的所谓的养生非常重视 说她每天早上 请来20分钟 思考今天一切事情 6分钟化妆就好了 怎么可能办到啊 所以就觉得 她怎么有这么好的经历 处理她的家庭事务 她怎么有这么样的 然后大家研读 她的成功知道 哇 我觉得在日本 所以日本女性 难道没有别的偶像呢 现在吗 现在最近可能 就是伊凡卡吧 过一阵子是谁就不知道 所以两位今天对于这个 我们在这个今天讨论的 其实我们没有谈政治 但我们谈的其实更有意思 然后老师最后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从我们该怎么去观察 还有一天 怎么观察他们日本人 对待这个美国来访的贵宾 这个问题有点深刻 有点难回答 不过我觉得 以日本人的角度的话 我想日本人还是会极尽 他们在款待 我们说日文叫做款待 如何去款待一个 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贵宾 他一定会极尽能力的偷其所好 那可是这个我个人认为 它可能就会分成两个部分了 民间是否有这样的热情 你的政府是这么热情 民间的热情呢 它是不是也是一样 有这样的共鸣 那可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这日本的代客之道的细微 细致喔 非常细 这个每一站的安排 它的人员要站在哪 对对对 没错 珠宝店的珠宝人员要办在什么位置 没错 其实这个都已经事先都是 就是预言好了 我觉得它是把日本的一个 大一高导物的服务精神 把它带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来去接待那种川普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 我觉得有很多非常非常细致的一些服务 那我会觉得是说那个是日本 那个就是日本的一个长项 那现在接待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元首 就像之前那个普丁 他带去他老家 有没有 洗温泉 对来去洗温泉 那我会觉得是说 这个背后都有他的一个意涵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日本跟俄罗斯有所谓领土上的一个争议 然后呢 把它带到了家里去表示说 我们可以来好好的来去什么 也那个什么 那个坦诚的来去谈一下 我觉得是说 日本每一个什么 每一种接待 背后都有他的一个什么 他的一个意义存在 安倍活得蛮辛苦的 但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您对政治有兴趣 可以好好的观察 仔细分析 如果政治没兴趣 对一些生活有兴趣 您也可以看看他们这次看到 更重要 如果你对日本的代科之道有兴趣 他们这两天真是极致化的表现 的确是很值得看的 三天的这个美国之行 谢谢两位老师 先到我们节目 谢谢 当然有故事 明天跟你继续来关切很多的话题 包括以网卡在内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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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見見了